胖轰然巨响 民众抬头一瞧 巨大掉臂突然倾斜 从高空坠落 抖下来砸落地面 掉落瞬间 一旁掉臂也被波及 鹰架硬身碎裂 钢篮断裂乱甩 噼里啪啦 不停从12楼坠下 画面又够金送 其中掉塔恐怖断裂 现场延误弥漫 扬起阵阵阴城 附近民众群惊呆 从高空抚排更清楚 钢条揽卸在空中 悠遥欲坠 巨大的掉臂 像是弹软般垂挂 触目惊心 它生的那种滚轮 那种大轰轰轰的巨像 掉臂就是原本是上面的 然后变垂直的 我们楼上办公室都很真 新北市三重22号早上 新北第二行政中心建案 发生严重公安意外 疑似一位旋转盘螺丝损坏 导致其中一只掉臂松动 并砸向另一组掉车 共有四名工人受波及 其中软性移工信誉掉在防护网获救 征信驾驶则是高处坠落 伤重不治 目前看起来 罗斯耗载部分都断掉 过去 在做记忆部的定定 最高出以30万 车站管理部分 最高出以15万 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工 我们已经要求警方 依法移受夸办 要不要说明一下 工地主任面对镜头 跑步小叫记者滚开 态度恶劣 死者家属透露曾多次听死者说 罗斯松脱 是否设备早有问题却不处理 工地从前年至今 依射试等问题被开罚15万元 多次被盯上却不重视 如今混乱悲剧 赔上一条性命 这张轩一伟零 杜轩新北市报道 是否认为了 所在一条件质量